我們來看最後一個重點 反函數的微分 一開始我們假設一個函數f 它有反函數 也就是f inverse 是存在的 那這時候 我們又假設說 這個函數f雷在c 是可以微分的 那倘若f' f inverse of c 它是非0的話 則這個反函數在c 也是可以微分的 而且它微分的結果 就長出是這個形態 那我們接下來就導證說 為什麼反函數 在某點的微分值會長做是這樣 那我們一開始 也是先利用 原函數跟反函數做合成 會回到自己本身的這個性值 來看 所以f inverse of x 我跟原函數做合成的話 可以回到 x 那這時候我同時對等號兩邊 做微分的動作 所以d dx 的 f of f inverse of x 會等於d dx 的 x 那你發現說這邊微分怎麼辦 它是一個合成函數的概念嘛 所以我們根據圈入外面纖維 維完了再為裡面 所以變成f prime of f inverse of x 再乘上裡面的微分 也就是f inverse 我們做微分 會等於常數1 好,x以為是1嘛 這時候你發現說 f inverse prime of x 就是我最後要的嘛 所以我把這個移到等號一邊去 所以可以知道說 f inverse prime of x 它就等於 1 再除上誰 除上f prime of f inverse of x 好,長得這樣 那因為我們是 假定c點可為了嘛 而且這個 這個微分 帶c進去就是非0的 我們一開始假設前提了 所以我們的公式就正出來啦 f inverse prime of c 就會等於什麼 1 再除上f prime of f inverse of c 這個公式就導正完畢了 你會發現說 這個反函數在某點的微分值跟誰有關 跟原函數的 在一個特定點的導數是有相關的 那這邊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就是說 有時候叫我們求反函數微分 你甚至 你不需要把反函數的形態給求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說 一個反函數在某點的導數值了 因為它可以 牽扯到說 跟原函數 的導數是有相關性的 那我們事實上還可以再畫個圖 幫助各位同學了解一下 這邊是A集合 B集合 假設 A集合裡面的 任意元素x 透過 一個 函數f 達到y的話 而且它是1對1的情況 則它一定會有反函數存在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喔 例如說我現在要求 持反函數 在 c這個點的導數的話 那你發現說 c透過f inverse 可以達到原本 a集合的f inverse of c 那你看這個公式型態 雖然是f'f inverse of c 那我要不要去把 反函數形態求出來 不需要 你只要知道說 原函數 y值 等於c 的時候是被哪一個x值 所對應過去 事實上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 一個反函數的導數咧 你可以先求一個什麼 原函數的導數 然後再去看怎樣 是哪一點的導數 就可以了 所以它公式型態 大概就是這樣 那比較特別要注意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f'f inverse of c 是在分母的部分 所以它必須是非0的 要不然 我們這算出來 一個反函數在某點的微分 是不存在的 這邊要特別注意 所以從這個公式 我們可以知道說 反函數的微分 跟原函數的導數 是有相關性的 那所以咧 我們事實上 透過這個公式 不需要先把 這個反函數形態求出來 就可以算了 那之後我們就舉幾個 例子來看一看 第一個例子 一個函數fx它等於x平方 那它在函數平均上面 有個點2到點4 如果說 此函數的反函數是 我們定義為f inverse的話 a小題是求f'2 是多少 第二個咧 f inverse'4 也就是它的反函數 在4那點的導數值 那一開始 a小題是算簡單的嘛 求2那點的導數 你會做微分再帶子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怎麼辦 原函數 我們做微分的話 變成2x 那f'2 就是2套進去 所以2乘2 變成4了 那接下來 b小題該怎麼做咧 你發現說 f inverse 的微分 在4那點導數 我們透過剛剛導正過來的公式 它會等於什麼 f'1 f'1 所以 它事實上是 叫求 這反函數 在4那點導數 事實上叫求 這一坨東西 也就是 跟原函數 的導數有關 那f inverse 4是誰呢 意味著說 此函數 原本這函數f呢 誰對應過來 y值會對應到4 就是2的部分 照理來說應該是正負2啦 不過我們假設了 x大於你的前提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f inverse of 4 事實上就是2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反函數 在4那點導數 可以換作是這樣 就是f'2 分之1 f'2 我們在先前已經算過了 其實就是4 所以最終答案 我們不需要透過 先求反函數的這個 反鎖的動作咧 就可以直接求出 一個反函數 在某點的微分了 其實就是4分之1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下一個例子 下一個例子的話 一個函數 假設它是x4次方 加2x平方的-3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點 1-0 我們定義 函數的反函數是f inverse 那a小題一樣叫我求f'1 你會不會算 第二小題叫你求什麼 反函數在0那點的導數值是多少 那所以我們一樣先求這樣 x'1 以後函數是這樣是個多項的事 那我們微分怎麼辦 就分開微分再做相加減就可以了 逐向微分 所以一微變成4x3次方 再加上4倍的x 那求在1那點導數 我們微完了嘛 所以x帶1進去 其值為8 所以就算出來了 a小題 那b小題叫我們去算 是反函數在0那點的導數值 意味著說叫我們去算什麼 這一個 我們剛剛導生過公式了 f'f inverse of 0分之1 算這個東西 那f inverse of 0 那你要先知道嘛 f inverse of 0的話 意味著說 請問一下 因為函數已經給我了嘛 x等1的時候 那y等於0的時候 我們去解什麼 x4次方加2x平方-3 你令它為0的時候 你發現說解出來 x4等於正負1 由於我們考慮的範圍 是x大於0的情況下 所以 負的是不合的 因此 這個反函數在 0那點的導數值 可以轉換成什麼 跟原函數在1那點導數值 是有關的 f' of 1分之1 那f'e我們第一小提已經做過了 是8 所以最終的答案就是 變成1 8分之1 所以最終答案就是